就是說這個dual space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把那個線型方程組呢 是寫成是這個basis-free description 就是說任何數學觀念呢 如果可以不要用 不要固定基底去寫下來都不要用基底 所以我舉的例子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本來是要解這個xy 本來是要解一個方程式就是xy在r2 然後呢2x加y等於3 x加3y等於5 這個事情可以想成是 是解xy在r2 就是說我再寫一遍 就是說xy在r2 然後呢2x加3y等於1 vAAAAx加2y等於5 x加y會等於五次啟解 dy 3x加y等於6s加y等於5 所以一個的 key核 這是解線心方程式的問題 它可以小乘是V 我標有基底就是V在R2 然後L1V會得於3 L2V呢 會得於負 然後L1L2呢 都是在R2的 你會覺得好像在 如果你給這個 我可以寫成是這樣 所以就代表說所有的線線方程組 可以想成是 我取一些元素在Dual Space裡面 然後呢 去找L1V等於3 L2V等於負 像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 就是Coordinate 3 所以任何的線線方程組 你要解任何的線方程組 都等於是要問 就等於是要解這樣的問題 所以呢 所以我現在把之前的正過的東西呢 再正一遍 例如說 所以我把 這是之前正過的 V 我考慮 V呢 是還是一樣 是一個線線空間 然後呢 維度是 有線維是N 好 然後呢 我讓這個 L1 L2 Ls 是在Dual Space裡面 然後我假設他們是線性獨立 Lineally Independent Lineally Independent Linear Notions 就是這樣 那我們以前有學過 就是說如果 我看一下這句話是不是對的 然後呢 然後我考慮 折這個考慮這個 然後我再讓 B1到Bs在F F的元素 折這樣的線紙 折V在V L1 V2 所以我可視定義成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線性方程組的解 會顯成是這樣 然後定義成這個 這個 這個考慮這些方程組的解 折 C C 不是空的 永遠都有解 我看一下 這句話是不是對 可以 很多人 都在用來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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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金方程組的理論,有解或沒解,最後都可以歸結到這個定領 這個定領之前就有證過 我只是用不同的形式把它寫下來 那我只多一個條件就是線性獨立 為什麼線性獨立呢?是因為 為什麼要線性獨立呢?是因為我們原來在解線方程組是這個樣子 那我可以把它想成是這個樣子 那我要解L1V等於3L2V等於5 那什麼時候會有可能無解呢? 無解的情況就是 例如說L1跟L2它有一個線性關係 可是這個線性關係跟3跟負的線性關係是不一樣的 這時候就有無解 譬如說L2是兩倍的L1 譬如說是這樣,他們有線性關係 L2是兩倍的L1 可是負不是兩倍的3 所以這時候就會無解 OK 那這個定領是說 除了這種情況之外 都一定有解 就是唯一無解的情況就是 這邊的線性關係跟這邊的線性關係不一樣 那線性關係不一樣會無解 就是會導致無解 那這個 那這個事情就是 我們在做那個高斯消去法的時候 在證明事情 你之後就會變成一邊是0 另外 左邊都是0 然後最後一行呢 不是0 最後一行不是0 對 就會像這樣 就會 那這樣這時候是無解 好 那就會變成0 那這邊是 線性 所以線性獨立是一定需要的 不然的話這可能會無解 好,證明一下 好,我們考慮V送到F的S 考慮一個映射器 這映射是把V呢 送到L1V L2V LSV 這樣 L1V L2V LSV L1V L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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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V L1V L2V L2V L1V L1V 然後kernel-t是什麼呢 kernel-t就是 V在V裡面 然後LeV等於L2V等於LSV等於V 這是kernel-t 這個是kernel-t 好那我現在呢 我要證明 我想證明這個是sugitive 如果我可以證明這個sugitive的話 就證完了 所以我希望證明這個t是sugitive 好證明這個sugitive就等於是 我要證明 kernel-t的維度 剛好是V的維度 解 S 這樣也可以 我能夠證明這樣也可以 好那我現在考慮 我讓我考慮這個w是span le到ls 這是一個指空間在vcheck v的維度 對阿 然後這個w的維度呢 根據定義它是s 根據定義它是s 好那 然後 那你看我考慮 我有一個w是 是一個 injective injective 是個sum space在vcheck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一個 你取due的時候呢 就可以得到一個sugitive map 得到w的due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sugitive的w的due 就是 給一個v 你就v限制到w 然後這個是sugitive 可是這是用剛剛的 推論 的第二個 injective 你取due之後呢 就會變成sugitive 好那這個的kernel是什麼呢 kernel就是kernel-t 這個印射 我就得到 我取du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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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inclusion 叫做i號 這是i的check 就是它induce出來的dual map 然後i是inclusion 它大概是一個線型變換 然後這inclusion的dual map 就是 就是v會sugitive到w的check 那這kernel呢 kernel就是v 然後v限制到w是0 什麼意思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kernel-t 就是kernel-t 根據定義 因為w是le到ls所生成的 所以就得到的是 我們就得到的是 kernel-t的維度 會等於v的維度 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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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的d的維度 也就是 w的v的維度 減掉s 所以就得到 t是sugitive 那這個 所以這個指示說 把之前的解那個 線性方程組的問題 你可以換成是dual來看 然後 那 這個證明是說 我用dual去證明 那也可以不要用這些 你就是用之前的 線性方程組的方法去證明 那只是說不同的方法 就是 這是 這是抽象的證明 線性方程組的結合所在行 抽象證明 看一下我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有那個dual space的話 你dual space的觀念 我們就可以考慮 一個線量空間上 的線性方程組的意思 就是說 那些 就是找一些 linear function 它等於更 就是指這個意思 是線性方程組 就是指這個意思 所以 所以 你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推廣到 無窮位也可以 也不見得要有線 就是線性方程組的觀念 線性方程式 在有線圍上 也有這樣的 也有類似 也有一樣的 也有一樣的 一樣的 就是說 你可以考慮 什麼是線性方程組 在一個 無窮圍的工作上 特別 就是找一些 linear function 然後考慮它的靈根 那這樣的問題 你要問它的靈根是什麼 那這樣的問題 靈根啊 或者是說 就是 就是解這個 就是像這樣 或者就寫成這樣 寫成這樣的話 就不見得是 有線圍或無窮 不過都沒關係 所以這個是 抽象化的好處 不過原來講線性方程組的時候呢 我們隱含著 都是固定了一組 標準基底 但是那個標準基底 是 是我們自己講 它也沒有那麼 標準 就是說 就是說 為什麼它叫標準基底 這樣子 也沒有什麼理由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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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先進代數 都是 介紹這些語言 都是希望最後 都是說 能夠 能夠 最後的結果都是 不要有坐標的 不要依賴於那個 基底的選擇這樣子 但是算東西的時候 就要有基底 就要固定一個基底 才能算 譬如說像舉證一樣 就固定一個基底 才能操作 線性變換的就不用固定基底 的觀念就不用固定基底 所以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Duo的話 它可以幫助你 重新解釋 線性方程組的問題 解釋成 對 那 所以 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把之前證明過的東西 再用 Duo Duo 就是Linear Functional的觀念 再寫裡面 好 好 所以我們那個Duo Space呢 就介紹到這裡 所以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先 講Caution跟Duo Space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介紹 一個 一個 線量空間上面的重要的結構 就是說 Intern Product Structure 這個結構呢 需要引進這個結構 是要用來 讓線量空間呢 多一點幾何上的 直觀 所以 所以我現在先給個定義 然後等一下我再解釋 而且呢可以用 這個結構是用來研究 無窮微現代的時候 特別需要用到的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的F呢 就是 時數或 負數 有理數不管 不考慮 只考慮時數跟負數 時數跟負數 那我現在先給個定義 一個 Intern Product 是一個印射 然後 從 V 到 F 然後 計程 就是 XY 計程 是這樣子 X Y 這樣子 就是 兩個 漸漸的 放起來 所以 這是一個數字 在F 然後呢 滿足 以下的性質 這個印射呢 滿足以下的性質 四個 4個 3個 5個 1X加YZ會等於XZ加YZ 然後XY加Z會等於XY加XZ 所以它對第一個變數跟對第二個變數都是線性的 加法可以踩開的 第二個AlphaXY會等於Alpha的XY Alpha是在F裡面 係數機對第一個變數可以提出來 第三個 XY你把它交換之後會變成YX 然後要取bar 交換之後插一個bar 所以這個bar就是complex contribution 就是負數共2 換句話說如果F是時數的話 那麼這個bar就是沒有作用 就是代表說它是對稱的 YX可以互換 它是對稱的 所以3這個條件結合2呢 就 xAlphaY 就等於Alpha bar乘上xy 3跟2 按這個條件 xN 交換就差一個bar 所以時數的話就沒有差別 負數的話就有差 第四個 自己跟自己的內積 B是橫正 大於等於零 而且 自己跟自己是零 若且為若 X就是零 然後這個inner product 通常就是叫內積的結構 內積 這三個條件 這四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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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 呃 那 所以 然後 所以 有時候我們 所以我們會寫 一個 下個空間V together with 一個inner product 好 真的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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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是寫這樣 所以這叫Inner Product Space 那每當給一個Inner Product Space之後呢 我們給一個V在V裡面 那我們就定義長度 V的長度就定義成 V的長度寫成記號寫成這樣 就定義成 VVV在開根號 這個是合法的 因為4 它是大於等於0 所以這可以開根號 就是大於等於0 根據3這個條件 XX是時數 F不管是R或者是C XX都是時數根據3 所以我可以談 什麼叫做XX大等於 它不會是附屬 這個要注意 好 那這個內積空間 就是跟以前 可能 中學就學過了 一樣的歷史 中學 高中過國中 小學有學過嗎 小學有學過嗎 沒有吧 沒有啦 沒有啦 我知道我沒有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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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舉例子 舉例子 車下空間 它有內積結構 好 這個最簡單的 V就是 上半 就是那個 平面 C2 平面 C2 平面 就是寫出這個 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定義 內積空間 就定義 這個 A1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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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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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用這個叫Fn嗎 就是F有N個Copy C2就是兩個C 就是打到C 所以C2到C2 C2到C2打到C 打到C 所以沒有箭頭啊 喔對對對 喔你說這個啊 喔不好意思 對對對 這個是C 謝謝謝謝 不好意思 這個是在C 喔你是指這個 喔抱歉 對對 你是指這個嘛對不對 喔對 誤會 好所以 那這個是 這是最簡單的例子 那一般的Cn呢 一般你就可以有Cn 送到C 一般的Cn也有 也有內機 就是一樣的定義 好這就是一個內機 那 那一個限量空間 有可能有好多種內機結構 例如說 我可以定義成這樣 那我也可以定義 我們也可以定義一次 我們可以定義 定義 例如說 定義成是 例如說 5倍的AEB18 加 6倍的AEB18 例如說上載 這個 這個也是 也是一個內機 內機結構 這也是一個內機 所以呢 內機呢 你給一個限量空間 它內機可能有好多種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內機 是 是自然內機 我也都可以強加 它一個內機結構 好那第二個例子呢 譬如說 第二個例子 譬如說 第二個例子 回憶一下 如果我有一個矩陣 A是 M乘N C這樣子 那 A的 star 回憶一下如果 A呢是 AiJ 在這邊 那Astar呢 是 AiJ 在這邊 那Astar呢 AiJ 定義成是 AiStar Ai Ai的 bar 它是 A transpose 在尋bar 這個是 N乘 M的C 第二個 我意思這樣 那 我第二個例子是 V可以考慮 MN C B 我可以定義一個 In-end-product 我可以定義一個 定義成 把AB送到 A乘上B的 star 再取trace 你可以檢查 這個也會是一個 有In-the-product 數 最重要的是 滿足 它會滿足 4 最重要的是 它滿足4 1 2 3 都是很容易 很容易檢查 4的話 就是要稍微寫下來 就知道 這個也是一個In-the-product 2 第二個也是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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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寫下來一個要檢查的話 通常都是4 4 4是真的要檢查 其他的都會檢查 前兩個呢 都是有限微空間的In-the-product 所以我們要選一下 雙圈 那現在我寫下一個無窮偉的 V呢 是所有的 是所有的 F5是從 01到C的 零續函數 這是一個限量空間 所有的零續函數 形成一個限量空間 C value的Continuous Functions 從01到C 那我可以定義上面 上面有一個In-the-product structure In-the-product structure 就是 給一個F5給一個G 是上面的函數 就定義 就定義 積分從0到1的幾分 取bar 一般的幾分 函數取bar就是說 我給一個x G 是一個數字 那個數字在選擇 所以 Fx 是從01到C 的函數 可以想成是 所以Fx 可以寫成 F1加IF2 然後F1 F2都是連續函數 所以 任何一個F 都可以寫成是 F1加IF2 然後呢 Fi 都是 F1 01 送到R 的 連續函數 可以寫連續函數 那 折 一樣 你可以把它寫 你可以把G寫成 G1加I的G2 I就是 更號-1 D 所以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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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 F1 F1 G1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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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F3 F1 F1 F2 D F2 º F1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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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F3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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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你可以檢查4 4,如果內積是0,則x是0 那這個的話,你要證明4的話 你就要用到 那個 任何一個連續元素 在compensate上都可以選 就有下屆 就都有那個下屆 都可以取值 這我最小值 那這個最小值就是 最大值,對不起 取到最大值 為什麼聚取大值 要連續可以積分 聚取吧 之後連續可以積分 因為你那個連續元素 如果你是負數值的連續元素 其實就是在說 F1 F2是連續元素 F是01送到C是連續元素 就是說 任何一個送到C的元素 可以想成是 兩個送到R的元素 然後把它擺在一起 對不對 那送到C是連續元素 的意思 就等同於 F1 F2個別都是連續元素 看著實數也像連續元素 你可以證明這個事情 用連續的定義 相信我 回去自己寫寫就知道 用定義寫寫就知道 就是你把那個 實數的那個連續 就是灌絕對值嘛 你絕對值把它換成是 那個 負數的絕對值而已 一樣的意思 定義都一樣 其他定義都一樣 因為那個連續定義都知道 那個什麼 那個 DELTA F送寫的 那只要你有距離 就可以定義 然後或者是 如果覺得 溫柔都覺得 很討厭的話 你就把 這個例子的C 換成是 R 不影響 你的了解 好 第四個 第四個例子是 V可以寫成是 A1 A2 A2 無雄數列 可是呢 我要求 它的核 無雄核呢 是 狩煉 那這個是 一開始它只是一個集合而已 那你可以檢查 好像檢查V是一個向量空間 V是一個VentaCVentaSpace 就是說 你 你這個無雄序列 它的 極數核是 極數核的平方 是狩煉的 那你乘一個倍數 當然極數核的平方 是狩煉的 那如果有兩個狩煉 它的 它的那個平方極數核 是狩煉的 則的力量相加 也是狩煉的 你就 比如說 就是說 唯一要檢查 就是說加法 加法的封閉性 就是說如果我有一個 An 在 An跟 Bn 都在V裡面 然後呢 An的平方是 跟 Bn的平方都是狩煉 則 所以你 則an 所以你知道 an加 Bn 對於這個an 它的平方 會小於等於 比如說 隨便寫 an的平方 an 加 bn 三角不等式 bn的平方 比如說 像這樣 那這個等於 an加 平方 加 bn的平方 加 兩倍的 an乘上 bn 會小於等於 會小於等於 an的平方 加 bn的平方 加 兩倍的an bn 會小於等於 呃 又再小於等於 an的平方 加 bn的平方 對 對 an會直接 直接 直接 反正科系 反正什麼東西都可以用 他就等於 兩倍的 管他什麼不能 反正你隨便用都很容易得到這個 這個事情就對了 隨便你萬用 都弄得出來 那所以 所以就得到 sum的這個 an加 bn的平方 會小於等於 兩倍的 an的 我這個上下界都沒寫 因為都是從一到無窮大 好 所以他是一個 c-vetal-space 那這時候 你就可以定義 他的那個 inner-product ae 所以你就可以定義 an an bn 送過來就是 sum an的 bn b 分從 1到 9到 這個話 這可能真的叫科系不等式 就證明這個幾數是熟練 這個應該是 那個 上學期 我今天應該有教過 所以我就 就說 這個是科系數量 好 那這個 這個空間很重要 這個叫做 c-l2-space 它是無窮為裡面的 第一個會被研究的空間 就是這個 就是以後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研究那個 無窮為的線性代數的話 通常 通常 你只是一個無窮為線性 線量空間的話 沒有什麼東西好研究 因為你也沒有維度 你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 可以 可以用 所以通常就是說 無窮為的線性空間 我們就再給他一個結構 叫做 內積結構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有一些東西可以講 因為線性代數其實只有一個維度 它的唯一的不變量就是維度 可是無窮為外也沒有維度 那這時候 如果你 你一定要有一個其他的結構 你才有可能再 再說 再多多說些什麼 可是這時候就是內積結構 一個是內積結構 然後還有一個是 完備性 不過這個之後大概再講 對 好 那這個內積結構呢 接下來我要做一個連結 就是說 內積結構跟剛剛的Dual Space的連結 如果 如果V字有限為 則 我考慮一個映射 V送到D 每次都給他一個名字 很討厭 反正都提好了 雖然是這個很差 V 我考慮這個 就是V V是一個內積空間 V是有一個內積 那麼這個內積結構 就可以 identify V跟他自己的Dual 然後他是有限為的話 怎麼考慮一個映射 V送到V的Dual 怎麼送 給一個V5 得到一個TV TV是一個linear function on V 就是函數在V上 代 然後定義成什麼 怎麼定義呢 代一個X代V 他的值就是X跟V 去做內積 那放在第一個變數 也不能放在第二個 放在第二個變數就不對 因為第二個變數 那個係數提出來 我們差一個吧 第一個變數的係數可以提出來 所以放在第一個變數 好 那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SMOV 原因是 原因是這個 Kernel 原因是如果 V呢 在Kernel T 則 TV要等於0 TV是等於0 就是說 他代任何的X幾率都是0 所以特別的 VV是0 所以V是0 根據第四個性質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Kernel T 就是0 所以它是Injected 然後兩邊維度一樣 所以它變成是Asimorphism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Remark是說 所以這個結論就是說 所以這個結論就是說 Inner product 可以Identify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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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亦然 反之你認給一個V到V的Dual 不一定對不起 反之不一定 因為還要有第四個條件 自己跟自己是 是正 反之不一定 對 但在這裡的話其實更強 就是同構的話就是說 他們是Isomorphism 但是呢 我不管那個Isomorphism是什麼 反正就是有一個感受 同構就是某個同構 對不對 這裡更強的意思 Identify比同構還要更強烈 更強烈的意思是 我不只知道它是同構 我還知道那個同構的印射是什麼 這裡 所以通常講Identify的時候 它的語氣是更強 就是說它同構 而且同構是很自然 很自然是說 induce從誰身上來 那這是從這個Innova 好 好 那我們先 所以 剛剛有 剛剛我有定義那個長度是什麼 所以 所以就知道 我可以在上面 有可以有幾何的這個 呃 幾何的那個 幾何的觀念 就是我可以定義長度 然後像是用內積去定義角度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做 就是有一些集合的 就是 所以意思是說 有內積結構的話 通常我們可以用集合直觀 去幫我們 了解下降空間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下一個 好 好 好